调白菜猪蟹饺子时,白菜千万不要用盐去杀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包出来的饺子鲜嫩多汁不出水 首先准备一个白菜 白菜只要白菜叶,不要白菜帮 白菜帮可以用来炒着吃 白菜叶吃起来口感比较细腻 放入大碗中,加入一勺食用油 很多人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喜欢用盐去杀水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很容易把白菜里面的营养都流失了 加入一勺食用油可以锁住白菜里面的水分 这样营养不容易流失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鲜嫩 剁好的肉末中加入一勺盐,一勺鸡精 一勺生抽,少许老抽上色,少许蚝油提鲜 放入一把葱花,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包子饺子调馅料 一斤肉末只需要这么一勺,香味瞬间就上来了 朝着一个方向抓拌均匀以后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这个提前泡好的葱姜水 让肉馅儿吸饱水分 这样做出来包子饺子才能鲜嫩多汁 不腥也不柴 然后,然后再把白菜倒进来抓拌均匀 这样白菜猪肉馅儿就调好了 用这个方法调出来的白菜猪肉馅儿鲜嫩多汁 不出水 包包子,包饺子都可以用 味道非常好吃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